婴儿啪啪枕 智能扫地 机器人 价格是市场同类产品的一半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九角一包的抽纸 三十元钱一台的暖风机 电商售卖的便宜商品质量有保证吗 电商偏购模式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商业逻辑 双11在即 消费者怎样不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南 欢迎您来到消费主张 消费主张由五粮页特约播出 消费主张特别节目 备战双11 由天猫独家特别呈现 近些年 拼购模式是非常的火爆 阿里推出了巨划算平台 京东推出了惊喜APP 苏宁推出了苏宁拼购 那最低两人就能成团 优惠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拼购模式的背后 实际上是电商和工厂 供货商直接合作 那就免去了中间渠道商的层层盘剥 所以这个价格它就能便宜下来 那么电商和企业在拼购上 到底都做了哪些让利 那他们又是如何保证便宜有好货的呢 好 一起来看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重庆的杨长平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里 作为妈妈和妻子 她负责着家中的日常开销 由于家中的纸巾消耗量大 杨长平在购买纸巾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价格 平时我在超市买的都是三块钱一个 网上订购一块钱一个 我觉得很乏得来的 以前我在超市买的五十块钱的纸 半个月就用完了 现在我在网上购了五十块钱的纸 用一个月 要用一个月才可以把它用完 随着双十一的连接 杨长平看到 他在阿里巨华算平台上购买的这款纸巾 更加优惠了 三十包只卖二十七点九元 相当于一包一百张的抽纸 只需要零点九三元 价格如此便宜的纸巾 它的质量有保证吗 在这家纸巾生产起义的品质部实验室 实验人员用市场上同样价格的纸巾 和他们生产的纸巾 做了柔软度对比实验 柔软度是衡量抽纸好化的重要指标之一 柔软度值越高 抽纸的柔软度越差 我右手边拿的那个 是我们李文生产的这个紫面巾产品 就是抽纸产品 左手这个呢 是我们在市场买的同等价位的 这个紫面巾产品 这个式样的要求是放在这个夹具的中间 然后按测试键 紫面巾产品的这个柔软度呢 它是测纵横向值的这个平均 也就是说纵向测值加上横向测值 它的一个平均 纵向测值 这个式样的纵向测值是一百一十五点九 横向是六十九 再来做一下这个竞品的这个 它的纵横向的柔软度的一个情况 它的纵向呢是一百三十七 它的横向是六十五点七 实验人员测算出一号纸巾纵横向平均柔软度是九十二点四五 而二号纸巾纵横向平均柔软度是一百零一点三五 这说明一号纸巾的柔软度明显好于同价格的另一品牌纸巾 这家之间企业的经理严建国介绍 为了迎战今年的双十一 这家企业已经在库存和物流上做了充足的准备 我们也现在是围绕着一千五百万单做准备 这个准备第一生产产能的调整 第二物流快递的准备 都是仅仅围绕着这个一千五百万单 也就是说一天平均一天至少一百万单 除了企业最大程度上的让利消费者 电商平台也想出了很多办法 帮助企业在降低成本的同时 生产出更优质的商品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用户实际上在我们平台 直接可以买这个工厂里做出来的货 把中间所有的一些费用 它全部都可以省下来 商家来说它是那个提效降本了 但对用户来说 它真正能买一些又既便宜 质量又很好的商品 浙江珠季是世界最大的袜叶产业带 中国70% 世界30%的袜子都产自这里 蔡珊妮是浙江省珠季市大唐街道 一家袜叶生产企业的设计总监 双十一来临之前 她正在为2019年的爆款产品 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蔡珊妮设计的袜子 主要以卡通图案 小动物 少女风 节日气氛为主 在2018年的双十一当天 曾经取得过日销售额 一千万元的战绩 就是像这样一组的话 我们是卖到40多块钱 然后在线下的话 你可能40多块钱 你只能买一双 蔡珊妮说 他们的电商平台上售卖的袜子 之所以价格便宜 主要得益于在设计之初 就从产品用料上面 很下了一番功夫 首先我们在面料选材上 我们会做一个升级 一个我们就是会用一个 金属棉的材质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礼料的包纱 我们现在用的是井轮 除了在面料上升级吸引消费者 蔡珊妮设计的袜子 客户群体主要集中在 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女孩 90%的用户都是女性为主 这样精准的年龄和性别定位 使得它的设计非常有针对性 成本管控合理化之后 去掉了很多中间环节 所以大大减少了库存率 蔡珊妮预计 2019年的双十一 他们当地的销售额会 突破1500万元 朱继市商务局 电子商务科科长 何列军告诉其的 像蔡珊妮这样的袜子生产企业 在大唐街道有1万多家 朱继的袜子之所以能够质量 又好又便宜 不仅得益于创意设计的精准定位 和原材料的成本管控 还依赖于近年以来 接受电商平台阿里巴巴的 数字化改造 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改造 是来降低袜子的生产成本 那么第二方面的话 就是说产业链是非常的完整的 从设计 生产 制造 以及后续的配套服务 一系列的所有环节 都能在大唐这个地方完成 阿里巴巴对于朱继袜产业带的 数字化改造还体现在电商销售环节 在这家袜业企业的订单 和物流包装配货厂房里 工人们正在根据去年双十一的销售数据 进行2019年双十一的货品准备 一个方面就是阿里巴巴 现在它后台有一个软件 叫生意参谋 那它是可以看到我们去年双十一 到今天截止目前的所有的数据 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流量 我们的收藏 我们的加构 整个它的报款的 一个会场的一些位置 我们都是可以通过 这个生意参谋这个软件 是可以去看的 它都是可以告诉我们 张宏涛预计 2019年双十一 他们的订单量将会达到 30万到40万单 阿里巴巴对朱继袜产业 连大的数字化改造 使得这里的袜子销售 变得越来越轻松 随着而来的 处于市场中央的消费者 就可以真正享受到便宜 也有好货的实惠了 基于阿里的这种 大数据的能力的话 其实就是帮助到我们企业 它在整个的企业的经营 跟消费市场的竞争力上 提升得非常的明显 因为它明确了 有一个灯塔告诉它 说接下来这个市场 我需要往哪个方向去突破 那这样的话 因为消费者的数据的话 就会让企业 它的商品的销量 提升得非常明显 第二的话 就是说我觉得 消费者精准的需求 也会让企业 它在商品的 这个转化效果上面 也会提升得非常明显 最近浙江的消费者 于晨廷在京东旗下的 惊喜平台花了39元钱 购买了一台迷你暖风机 小巧轻便 颜值高 使用效果也不错 于晨廷相当喜欢 不过近几天于晨廷发现 这款暖风机 在京东惊喜网上 卖得更便宜了 消费者于晨廷并不知道 这款暖风机之所以如此便宜 其实是京东惊喜平台联手商家 在双十一期间 做的优惠补贴活动 那么这款卖价30元的暖风机 实际生产成本是多少 厂家为何会补贴销售 为了了解相关情况 记者来到了这款暖风机的 生产厂家 这是一家专门生产小家店的企业 企业负责人霍通恩告诉记者 为了满足今年双十一的供货量 他们从八月份 就开始加八加点地做准备了 生产量最大的 就是这款卖价30元的爆款暖风机 霍通恩粗略估算 以30元的价格 每卖一台这样的暖风机 企业大约要补贴20元左右 为什么这家企业要贴着钱买货 霍通恩说 这些年他们虽然开发了不少产品 却一直是给国外做代加工 全部是挑战加工 这些品牌是没有的 应该说有点瘦漏给局吧 这么好的产品 结果出奇了以后是我们的 但是找不到我们品牌 特别是一到国外的卖场 东西是我们的很高兴 但是一看人家品牌 心里还是有点碎溜溜的 所以想起国内就是这种品牌 从前年开始 这家企业在国内开始销售自己的产品 利用双十一的契机 他们想让更多的中国消费者体验自己的产品 进而树立品牌 努力在未来用中国自己的品牌走向世界 今年双十一 京东与这样一些有成熟生产研发经验的企业联手 会让消费者体验到许多惊喜 那在双十一期间 我们的超级百亿补贴计划 也会对这款商品进行补贴 我们的平台和厂家的平台 对它的双向的补贴 那让这款商品可以说是 达到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样一个价格 目前京东旗下的惊喜平台 已经布局全国100个产业带 深耕产业带是惊喜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从今年十月十八日到十月三十日 惊喜每天推出一个产业带特色专厂 带动核心工厂型商家订单 环比提升百分之七百七十 在双十一期间 我们也是格外的加强了 对这种服务质量的保障 那我们会联合商家 在这个发货的速度 售后的服务 包括这个如果消费者对商品不满意 这种推外货的服务的想象上 都进行了一定的加强 徐学飞是一位90后妈妈 宝宝边果现在已经有六个月大了 她说从边果出生到现在 最让她头疼的 就是给宝宝选枕头的问题 一直在研究 什么样的枕头更加适合她 然后包括我也上网 然后也看了很多书 然后做了很多功课 一番精挑细选 学飞发现了苏宁吉物的 一款乳胶啪啪枕 这款枕头 她的宝宝边果会满意吗 那这款枕头呢 她因为那个面积比较大嘛 然后她就算翻过来趴着睡 也是比较舒服的 然后基本上晚上不会再因为 这个因为一翻身 然后枕头捂到口鼻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不管怎么翻来翻去的话 她永远在这个枕头上面 而且也非常的软 雪飞说 这款好用的趴趴枕 价格只有149元 是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一半左右 这款物美价廉的婴儿趴趴枕 究竟是怎么研发和生产出来的呢 陈浩辉是苏宁吉物商品彩销副总监 他们在做市场调查时发现 目前市场上主要有成人乳胶枕 而婴儿枕的市场份额 大概只占据3%左右 为了生产出一款极具极致体验 与性价比的婴儿趴趴枕 陈浩辉找到了乳胶产品制造商 爱德福营销总监李飞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 陈浩辉的团队 与制造乳胶枕的负责人李飞 沟通不下上百次 不断地调整设计方案 生产配比 双方业务人员设计团队 往来交流多达十几次 在材质的选择上 他们更是谨慎 首先是材质 宝宝是一个非常娇嫩 对材质非常敏感的一个人群 那么要是宝宝能够用得好 用得舒服 然后的话让它成长更好的话 首先材质一定要过关 所以说的话 首先我们这个材质的话 就原材料整形部分的话 用的是泰国纯原装的一个 天然乳胶 纯天然乳胶 苏宁吉务陈浩辉的团队 对枕头的设计感 密度 尺寸 用料 每一道环节都做了严格把控 这款泰国天然乳胶婴儿啪啪枕 历经八个月终于上线 天然乳胶的含量高达93% 剩余的7%的话 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助记 因为它要发泡嘛 然后的话 在枕头节的话的话 我们这款枕头的话 我们是配备了一个内外枕套的 都可以拆洗 然后内枕套的话 用的是纯棉 百分百的一个纯棉 本白色的 没有进过染色 外枕套的话 我们用的是一个 百分百的一个纯彩棉 就这个颜色 是棉花本身带的这种颜色 不含任何的一个人工色素添加 所以说的话 我们从产品从内到外 都确保了是纯天然的 乳胶含量93% 3050毫米的尺寸 侧边双曲线设计 而价格只有149元 是行业同等质量产品的 50%左右 真正做到了 让消费者便宜买好货 其实在这种定价来讲 我们往往是通过 减少环节以后 一步到位的这种定价 不像是有很多的是 要考虑到这种营销推广费用 还要考虑到这个什么 滞销等等 不断地调整 我们是按照这种单品的 爆款的这种营销策略来进行运营的 加入北京市房山区的王女士 家里养了小狗 打扫狗毛是每天要做的事情 让王女士很无奈的是 再好的调整 也没办法把狗毛扫干净 经朋友推荐 王女士在拼多多上 找到了一款扫地机器人 价格不贵 只要265元 王女士决定买一台试试效果 又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她的性能一直很平稳 然后最主要的呢 她能帮我把狗毛 浮沉的 灰沉的 打扫真的挺干净的 不用我天天毛的腰再去扫了 最主要的是 能节省了我的时间 还能去擦 扫一遍擦一遍 真的节省 把我双手解放出来了 王女士很好奇 200多元的扫地机器人 能够有如此好的清洁体验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吴鹏云是这款 扫地机器人的研发带头人 在两年前 通过拼多多的大数据了解到 人们对于扫地机器人的精准需求 我们拼多多给我们的数据分析 原来大顿消费需求的东西 不是我们开发想象的东西 大家喜欢要什么 能够扫地 吸尘 并且价位要有非常 在300块钱左右的机器 通过拼多多的数据分析 看到了新的研发方向 吴鹏云很是激动 但是在和团队进行讨论时 却受到了团队的质疑和不理解 要做这款性价比高的扫地机器人 大家争论的聚焦点 是品质和价格无法同时实现 但是吴鹏云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最大限度的优化成本 扫地机器人的核心硬件是马达 如何降低马达的成本 是摆在吴鹏云团队面前的最大难题 关键与马达的部分 基本都是用国外的 那国外的第一个成本高 第二个周期产 第三个它这个费用高 允许成本高 那我们怎么办 如果吴鹏云这种模式的话 其实我们的成本还是降不下来的 为了按照现有的成本 研发一款具有同等功能属性的马达 吴鹏云团队的很多同事 牺牲掉了休息时间 不断地测试和调整 力求找到最好的设计方案 我们国庆节了 基本上没有学家 大家全部泡在这地方 为了什么 为了三十一之前 能够赶上这一块的东西 所以大家完全都是泡在办公室 泡在这个研发的运行的 来做这些事情 凭借着自己的坚持 他们成功了 这款价格只有265元的扫地机器人 不管是在使用功能上 还是产品性能上 都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2019年的双十一马上到了 吴鹏云也同样在各方面 都做好了准备 我们在原来的老产的基础上 原来有六条线 现在再增加了三条线 那倍大算是一这块 用去年来讲的话 会腾期会增长百分之百 今年预计我们可以达到 十万台以上 吴鹏云说 这款高性价比的扫地 机器人的热销 同样离不开电商平台的支持 偏多多平台在优化产品的价格上 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 我们选择了一个零佣金的策略 也就是说 当然它要满足一定的运营资质 然后在交纳一定的保证金之后 就可以在偏多多开店了 但是每一笔交易 偏多多是不收取商家的佣金的 2019年双十一 各大店上都在想方设法 让消费者感受到便宜有好货的购物体验 不过记者了解到 有些好货还是真的不便宜 珠宝首饰不仅保值还能增值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 合肥银泰中心这家珠宝品牌的 黄金柜台里 摆放了一些和故宫文化合作的 故宫系列黄金饰品 一个是故宫百宝格 一个是故宫吉祥金 像故宫百宝格的话 它总共是有108款 以故宫里面的巢筑为灵感的 它可以多个或者是单件搭配都是可以的 而故宫吉祥金呢 它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挥出来了 它将纯手工制作的这种古法金与黄金结合 不管是佩戴还是送人都是很合适的 这款的话价格大概18800 去年有上新了故宫 它是以里面皇家鱼猫的为原型 今年特别推述的 这个的话很受年轻人对追捧 它上面的话是小猫拿了一个小如意 代表世事如意的意思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合肥银泰中心的高端手表销售部门 提前从品牌上那里调集了世界顶级的万表 不仅畅销品的备货量加大了20% 而且还特别准备了限量款 这一支因为是全球限量100枚 那么我们很荣幸在这一次备战双11当中 是提供到了一枚这样子的一支支术 然后也是全球限量第26号的编号 是我们传袭系列 首先它是一个搏金的材质 PT950 包括它的表头 表冠以及表扣都是由搏金制成 这一支功能上来说的话 我们是有一个日历以及一个星期的体现 六点钟方向我们是一支动力储存 包括它的表盘 其实它也是采用了一个喷纱的材质 整体来说会比较更加优雅 复古一些 那么表带这个位置 它是搏金丝线去制成的 整体来说也会比较更加奢华 这一支搏金限量款 它的售价是60万零五千 现在银泰中心全国65家门店 正在紧张地备占双11 我们应该说是以往的 日常的两到三倍的这么一个备货量 而这其中的80%都是新款 目前的整个备货量来看还是非常充足的 我们基本上的备货已经完成到90%以上了 银泰中心希望能在这个购物狂欢节里 更多地为消费者提供网上线下购物同款同价 跨门店支付 优质的商品 良好的体验和服务 银泰它是个实体的传统百货 那今年的我们应该说真正意义上是跨越了这个时空和物理的一个边界 我们已经实现了24小时不打烊 我们有个APP 那从喵街上面我们的消费者可以躺在家里购物了已经实现 包括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限量款的一些礼盒 这些东西基本上它是不是靠着这个折扣来吸引我们的消费者的 而是交给消费者一些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些消费的一些方式吧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出今天的消费主张了 消费主张板块由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 养生故本健康人生无限级 那近些年啊我国的零售业呢是快速地发展不断变革 那从传统的百货商店到电商平台 再到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 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技术手段 商品的生产销售流通等方面呀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更新换代 那这两年兴起的拼购模式呢 不仅让消费者可以获得最优惠的价格 那也让我国的很多代加工企业呢 有了自创品牌和抢占国内市场的机会 而能否确保商品在价格便宜的同时 品质不断升级 能否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 是拼购模式未来成败的关键所在 青海戈壁滩上的枸杞 河南光山油茶 四川岩园丑苹果 电商精准扶贫 让藏在深山无人家的农产品成为爆款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商务部的监测数据显示呢 2018年 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呀 达到了2305亿元 同比增长了33.8% 那特别是在网络扶贫和电子商务扶贫上面 电商进农村精准扶贫呀 覆盖了28个省区 1016个省 那其中呢 国家级贫困县是737个 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将带您去看看 那些曾经藏在深山无人知的优质农产品 是如何走出大山的 欢迎您到时关注 好了 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消费主张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感谢收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